上次提到廣東提督盧昆下令律盧比離開廣州 律盧比不聽,他不走 盧昆當然會生氣 立即叫所有行商封船協業 停止和英商交易 同時派兵將英國商館緣緣圍緊 斷著商館和外界的聯繫以及飲食供應 盧昆這樣做就刺激了律盧比 按照他的西方思維 官兵維困使館已經接近戰爭的行為 認為自己和商館的安全受到武力威脅 到了九月五日 他派了個親信去到府門的樹 找到停在那裡的一隻皇家戰艦伊莫金號的船長 叫他派十二名海軍前來保護商館 並且要求他的軍艦和遼艦仙女號一起火速駛入黃埔 當英國軍艦駛入黃埔水道的時候 立即和中國炮台的船發炮戶射 到了九日那天 英艦進駐黃埔 廣州和各國貿易全面陷入停頓 形勢就很緊張 當時律盧比是有病的 什麼病呢? 藥疾 到了十九日那天 病情加重 二十一日 律盧比就沒有法子 就退到澳門 英艦也洗出黃埔了 到了十月十一日 律盧比就在澳門的樹病故 據說 律盧比在離開廣州之前 跟那些英國商人說過這樣的一句話 他說 將來一定要用武力來說齒大辱 使得中國知道尊敬英國觀禮 並且承認他的地位的這樣一日 律盧比去世之後 英國方面曾經打算派三個市團 去北京交涉 既然找市團過來北京 第一時間肯定會想到斯當東 希望斯當東能夠擔此重任 怎麼知道斯當東一聽 立即反對說不用 死人幾件事搞得他已經對清廷談判 已經沒有了信心了 既然斯當東不來 那就沒得商量了 如果你說迷惑對方 那麼戰爭的爆發 看上去往往都是很偶然的 但是也不是由某一個單純的誘因所引起的 它是雙方矛盾持續積累的一個結果 中國將這場戰爭就叫做鴉片戰爭 而英國人就將它叫做中英戰爭 或者是通商戰爭 這場戰爭其實是有著歷史的必然性的 中國之所以將它叫做鴉片戰爭 強調的是自己擁有道義上的優勢 英國將它定義為通商戰爭 是想突出中英衝突的性質和因由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處於中英兩國衝突夾縫當中的十三行的行商 這次真是不走得掉了 反正所有的罪責都要揹上身 鴉片輸入中國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紀到八世紀的時候 唐晶元年的時候 阿里伯商人已經將鴉片帶來中國這場賣 接著在中國這邊也有人開始種鴉縮 之後幾個世紀裡頭 鴉片的使用範圍也是很有限的 大多數都是被上層人士當作煉燈 或者防中術的藥物所使用 到了十七世紀 荷蘭人為了使得那些煙吃起來更有味道 於是將鴉片滲入煙草裡頭 整整一下中國人就開始學了 正式好學不學 到了十七世紀萬奇的時候 就發展直接吸食鴉片 因此在清朝康熙初年的時候 鴉片進口還是以藥財納稅 到了乾隆三十年 即是1765年之前 每一年的輸入額最多都是兩百箱左右 而做鴉片生意的人 多數都是葡萄牙商人 到了乾隆四十六年 即是1781年 英屬東印度公司就取得對華貿易的壟斷權 當時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 受到英國的管轄 再加上印度和孟加拉也是鴉片的產地 所以進口量一日多於一日 而吃鴉片的人當然也是一日多於一日 到了嘉慶元年 即是1796年 朝廷就開始明令禁止入口 而杜光年間對鴉片查得很嚴 雖然是這樣的 但這時候的鴉片 不單是成為英國平衡對華貿易的一種利器 因為當時很多人都上癮了 那對鴉片的依賴就更加大了 沒有了鴉片就不行 那這樣一來呢 因為鴉片比較搶手 所以也發展成為大清官員 敲詐勒索的一個裁員 好了 鴉片自此之後 那種酒私量一日就大於一日 鴉片就作為一種自古以來 一早已經有的毒品或者是成癮品 為什麼唯獨在中國清朝的時候 開始這麼氾濫 這麼極 這麼極都禁不住呢 當年廣州十三行的天保行的第六代 梁經國的傳人梁嘉賓 有這樣的一段技術 自杜光元年以來 焉禁欲染 而私受益廣 推完其故就蓋有異端 一若查拿之人 亦作弊之人 二若 外人與罕商貿易之利 不如私運鴉片之利 那所謂的查拿之人 亦作弊之人 這不僅是指水師將領收受賄賂 放走私船入口 並且還發生了水師副將 韓紹興和外國走私商人約定 每走私一萬箱的鴉片 就要送幾百箱 進行邀功請賞 再用水師兵船 就幫他們運鴉片入口 嘩 是 這樣搞法都縱成世界 什麼縱成世界 有錢賺就是世界 就這樣 清朝的水師官兵和走私商人 互相勾結 不僅僅將查禁鴉片當生意來做 並且還龍虛作假 就無領軍工 打算升官發財兩不五 所以 外人與罕商貿易之利 不如私運鴉片之利 那這句說話 就說到天都沒有那麼光白了 由此可見 鴉片在中國 就已經成為了一種影響廣泛的禍害 既源於外國商人走私逐利 更源於大清皇朝的壟斷權力和財富 以及官員的貪贓枉法 梁家斌的分析判斷 也得到了美國商人亨特的證實 亨特曾經這樣說過 他說鴉片貿易是皇帝的聖子 和廣州當局民告所禁止的 中國人販賣羊煙土 是要受到斬頭的懲罰 但是由於其中存在著 原備的賄賂制度 以致鴉片通行無阻 雖然有時也會暫行中斷 比如在新的地方官到任的時候 但是緊接著就出現了提高規費的問題 但問題也很快得到解決 除非身上任的人胃口太大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所有事情都很快圓滿地解決 經紀人又會笑逐顏開 大地上又充滿著平安無事 以上就是美國商人亨特所看到的事情 直到1839年的時候 隨著陰差大臣林則徐來到廣東 這種所謂平安無事的日子 才快要結束 道光18年11月15日 就是1838年12月31日 道光皇帝發出任命林則徐為陰差大臣的尚遇 叫他過來廣東查辦海口事件 1839年3月10日 美國其昌陽行的代理人亨特 和另外兩個同事就站在商館附近的帆船仔上面 親眼目睹陰差大臣的船隊到達廣州的情景 當時的情景又是怎樣的呢 是這樣的 早上八點半 他見到林則徐坐在船頭的樹 在他的身後邊還站著幾個戴著紅色或藍色帽的官員 林則徐的坐船後邊就跟著大寸的角色官船 船上邊就掛著寫著主要官含級別的黑色金字旗 在江岸的炮台上面 有穿著身速制服的士兵在列隊縮立 沿途街道的門口和窗口以及空地上都逼滿了人 這些人好奇地看著這場難得的新旗場面 不過人就雖然是多了 但是那些人沒有出聲很靜 這種表面上的靜 它是隱伏著朝廷和西方各國的較量 以及中外商人的那種惶恐不安 幾天之後 隨著林則徐的率先亮劍 廣州的局勢就立刻緊張起來了 怎麼緊張呢 當時就有人說 在十八號那天 陰差就傳遇行商 罵他們包庇鴉片買賣 並且還威脅他們說 如果不立刻收手的 全部要死 接著就罵他們縱容居住在商館 在外國商販吸煙 這樣一來 搞到當時那些人個個都慌到什麼 因為從來沒試過這樣的樣子 所以不少人通宵大大開會研究對策 就在同一天 陰差就向外國人發出第一道御令 叫他們把鴉片全部交出來 當日拒結 以後就再不准做這些生意了 遺者就處死 但看起來這個觀察就不是說玩 廣州十三行的行商和鴉片貿易的關係 一直都是一個很難定論的歷史問題 梁家斌在他的十三行考里面曾经说过 鸦片贸易 论者每归其聚于行商 经于考证得知 输入鸦片者多数走私商人 而十三行行商中 前后仅有两三家经营始终贸易而议 这句话说得很明白 他们或者没有直接参与鸦片的走私 但是他们和外国人做生意 所以这种关系就很难以撇清 这时候 林则徐就将他们和走私鸦片的外商绑在一起 尤其是时任十三行总商的五丙监 就更加成为了他以商制义的握手 当时宁丁羊上面一只等船的船 有鸦片的盲商 在沿海各地还有五千多箱 价值超过一千二百万 在五丙监等人的游说底下 保顺羊行的甸地 齐昌羊行的格林等人就同意认缴一千零三十四箱 价值七十二万五 当时他们将这些数字呈给林则徐的时候 林则徐说不行 并且要求甸地过来当面解释 为何杨商就敢抗明不遵 谁知道甸地就不去见林则徐 这还得了 林则徐就立刻派人将五丙监的儿子 五兆荣就锁了入监 五丙监见儿子被人捉了 那肯定是心急的 打算卖了家产去救儿子 谁知道儿子救不了 连他自己的屋子也被林则徐脱了 当时林则徐还对他说 如果你找不到甸地过来解释 那你儿子就不断打了 就这样 五丙监只要忍辱 做阴差和阳伤之间的中间人 切发换磨双方的危机 打算通过这样去救自己的儿子 五丙监想就想得好 知道事实上很多事情都不到他想 二十三号 林则徐下令 在各商馆里面所有的中国人 上到买板 下到徐房佬 一路撤出 否则就问斩 好了各位 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明天再说 我明天再说